谢谢如铃长,好,苏大飞 我想首先问问我妈妈1932年属猴的 她身上有灵性吗?我已经给她抄小丸子了 32年的?属猴 那你妈妈其他地方已经没有什么灵性了 就是你妈妈好像有点妇女病 对,她摔过骨头,蛇了三根 然后我就给她抄小房子,让她年轻,没有看病 好了,原来大家听到了吗? 她那个80岁,78岁摔的,这大批堆三根骨头蛇掉 她是修行人,她也不去看病 然后我说,我给你抄小房子 然后她原来就只能走平路 结果昨天打电话,她说 你要见到卢台长,你帮我,谢谢卢台长 他们说,兄弟这个法门,她那个现在已经爬山了 欢迎哦,谢谢关心 而且,80岁的人,谁定了陪住医院 因为她在家没事儿吧,80岁 她都去陪床 从晚上七点钟去,老人七点钟走 她说年轻人爱睡觉 我老人不睡觉,我陪床 好多人做手术都是她陪床 80岁了 太好了 而且从不吃药 一生不吃药 全副就是念经 而且她不是文化特别高 但是就是从长念经 没事儿的念经 太好了 谢谢卢台长林 她也是一批 她一批 身上已经没什么了 要叫她注意泌尿系统 她的那个泌尿系统会出点毛病 还有一个卢台长 我就是经常给她抄一条小房子 都可以 还有一个我要劝您 是你妈妈的吧 对,我妈妈 我劝她一句 就是说 最好以后生恶病的人少陪床 是 因为她的气场 会不会影响她的老人家 这个阳气已经不足了 好吧 会惹事情 谢谢卢台长 谢谢卢台长 因为我女儿也来了 因为我来让她跟您修您的这个法门 她现在也特别幸福 然后我想让您再麻烦您看看她的学业 她马上就考进大学了 因为她是移民的小孩 我在十月份的时候 开始给她送准击沉舟打飞 就新京 就是全天候 七个小时给她送京 结果她学业 实际她不是太努力的人 但是她非常的 麻烦你抓紧你的时间 我都给她看 好好好 我就想给她问一个问题 好吧 小姑娘 小姑娘给她问 赶快你妈妈给你绕出来了 谢谢 谢谢卢台长 她身上有灵性吗 你看 我是1991年驶杨 那请问我 是要带她 来吧 来吧 过去 小姑娘个性很强 脾气却在里边 表面上不跟她妈妈顶 心里就一套了 灵性倒没有 念上很多 就是以后 唯一的就是感情运会很多 感情 明白了吗 因为台长看到了 你这个羊的边上 还有几只羊 碰了一下 你就跑掉了 说明你这么小 已经有人追求过你 但是谈谈就不好了 太困确了 我找了 她就是 追男孩子 为这个天天的这样 就简直是没大 你还要不要我再讲一句 因为她妈妈也是这样 对不对啊 好了 快点